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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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点细丝就够了 其实大多数的东西还是要 更多的是要这个 姜末 其实丝是感觉什么呢 待会呢我们炒菜的时候 就会在口感的时候会觉得 像是那个蟹柳的 那个蟹腿的那个 一柳一柳的 小白有没有算过自己会做跟土豆有关系的菜 大概有多少种 土豆这种东西非常好做 只要你想得到就能把它做得到 其实做菜啊 就像一种艺术创作一样 你只要能想到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好了这道菜的主料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准备工作 刚才我说了 还很重要的一道东西呢 就是这个醋 醋呢我们拿一个碗 稍微搁一点糖 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时候搁一点盐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放一点姜末进来 姜末进来 这时候倒一点这个醋 醋呢最好是用镇姜的这种陈醋 还有香醋 我们把它调开 调开这时候稍微喂一会儿 把这个姜味呢 彻底的泡在这个醋里 泡开 好了我们主要的几道料都准备好了 现在呢我们 看着也快蒸熟了吧 我们来看一看 基本上已经熟了 把这个蒸熟的土豆呢 把它给它拿出来 胡萝卜因为不需要特别的这个 把它放凉包皮了 所以我们把它呢 胡萝卜呢先把它放进来 您这胡萝卜也要压成泥吗 对 其实那个胡萝卜对皮肤也会特别好 德国现在有一种分光镜 一种仪器 它可以直接测你的皮肤 它可以直接测你皮肤里边的 菲塔胡萝卜素 如果有这种菲塔胡萝卜素有的话 它那个皮肤就会特别好 没没没皱纹 所以他讲这个胡萝卜 它的那个营养价值 是发现的越来越多 现在呢 土豆呢把它还是放到碗里头 依旧把它倒成泥 人们都把土豆呢 看成是这个增肥的食物 其实这个美国有一位影响学家呢 这个他却知道卷肥者 说就是可以多吃一些粮食和这个鼠类 说这个土豆和甘薯当中呢 都含有淀粉 但真正的淀粉含量呢 只有20% 那么其中它还有 这个可以使人就有饱腹感的这种膳食纤维 就是说你吃了以后 你能觉得吃饱了 所以用它减肥非常好 我们呢 其实呢 土豆的 倒成泥的时候呢 最好是割一点什么黄油啊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咱们现在都追求比较健康的生活 就不要把它就割黄油了 割黄油以后 土豆马上从健康食品变成不健康食品 哎那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一半 就说这个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土豆是卷肥食品 而有些人说这个吃土豆这个能长胖 就是我们吃的方法不对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这个 把这个土豆炸成薯条 炸成薯片 那它的这个 就是增肥的程度会大大提高 热量特别高 对对对 好了 现在我们的土豆泥也倒的差不多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 呃 在准备这个料的过程当中呢 先把这土豆就给狱上吧 呃 这块呢 我们先呢 要把这个蒜呢 要准备一点 因为我们说是蒜蓉 蒜蓉 狱土豆 之后切一点洋葱就够了 洋葱是西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配料 因为它有一种香辛料的味道 但实际上洋葱呢 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都不要切太碎 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个 软的奶油给它拌进来 到时候我们稍微翻一下 把它搅拌均匀 这时候呢 搁一点盐稍微 把蒜和洋葱 全部给它倒进去 全部给它倒进去 OK 好 现在我们再把它拌匀 继续拌匀 像一个水果沙拉似的 好 我们把它整个的奶酪拌好以后呢 这时候要抓一些 这种在超市里非常好买到的 这种碎的这种起司条 起司条 实际上我们包括 那个做披萨的时候也可以用 我们把它撒一点 撒一点拌在里头 行 现在我们把这个黄油呢 淡淡的刷在烤盘上一点 待会儿防止粘 但是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啊 可能不太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就是我们要淡淡的在这上面撒一层面粉 面粉是什么作用呢 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烤盘里头的这个温度呢 收入面积比较均匀 而且不容易粘 这道菜呢 我们基本上把它 可以把它装到盘子里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烤 放到这个烤盘里头去烤了 做好的土豆放进来烤了 好 现在我们大概调到170度左右 然后大概15分钟 现在呢 咱们的那个土豆呢 还在烤箱当中 利用这下空余的时间呢 我们来介绍我们这道 那个饮料 这道饮料呢 非常特别 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李白 李白 对 为什么呢 我们因为是用梨汁和杭白菊做的 好 趁热火的时候 水开的时候 我们抓一片 抓一堆菊花下去 开始煮 菊花煮出味的时候呢 等于是我们速泡了一下的过程 然后这时候把梨汁加进去 秋天的时候呢 可以拿冬瓜梨或者雪花梨 把它给煮了 这时候呢 稍微加一点冰糖 然后我们拿一个新的柠檬 给它切两片 进去 放进去 把它熬开一下就行了 熬开一下以后呢 这样我们的两个汁的药性 就全部出来了 那利用这段时间呢 我们先进入 我们今天呢 每位联系 今天得奖就是你 每位连线的时间呢 其实是我们跟电视机前 互动朋友互动的一个时间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 每位妙招 通过发送手机短信 或者email来告诉我们 一旦您的妙招被采用呢 您就可以参与 我们的这个现场答题 答对的朋友 可以得到价值500元的 格兰式电饭锅 今天看一下 哪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山西名叫 新颜的这位朋友 他提供的每位妙招是 牙签巧住 微波烤土豆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呢 把四根牙签啊 插在土豆当中 牙签留在外面的长度 要一致 插好后的土豆呢 能立起来 这样会烤得比较均匀 不需要翻转 只要烤上一会儿 土豆就熟了 我现在想象一下 好像给这个土豆 安了这个四只脚一样 确实这样的受热 可能就会均匀一些 好了 那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喂 喂 新颜吗 对 你哪位 你好 我这里是格兰式 美味中国酸仁餐桌 我是方琼 你好 方琼是吗 你好 你好 对我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 是吧 谢谢你 对 好 那我今天有一道题要问问你啊 也是跟吃土豆有关系的 请问你 糖尿病人是不是不能吃土豆 糖尿病人 啊 糖尿病人 应该少吃一些可以吧 好 那你来听一下我的解释 因为土豆的含水量呢 高达70%以上 真正的淀粉含量呢 才不过是20% 而且土豆的淀粉呢 是可以在体内慢慢消化 并不能转化为糖分的 所以你说对了 就是糖尿病人呢 可以适当吃一些土豆 哦 好了 恭喜你能够得到 价值500元的格兰式淀饭锅 好 连线接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厂上做的也是土豆 做的怎么样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炒菜了 刚开始呢 我们先拿一点这个 姜末爆一下锅 爆出香味来以后 这时候放入胡萝卜泥 好 这时候像这个 像蟹膏了吧 蟹粉 蟹黄了 蟹黄 对 搁点盐 然后搁一点料酒 炒一下以后呢 非常重要的 记住这个这道料呢 我们要分几次把它加完 不能一次把它倒进来 所以先炒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搁一些姜丝进去 放一些姜丝 非常简单 就是要再把这个土豆泥搁进去 它用那个土豆的 土豆的颜色是像蟹膏 胡萝卜的颜色是像蟹黄 这个是 是螃蟹里面的珍品 南方人吃大鸭蟹 就是阳城湖大鸭蟹 叫九痴吃熊 就是九月份 九月份 要吃刺的螃蟹 十月份要吃熊的螃蟹 它这个炒法也是 先刺后熊 这时候呢 非常关键的是 我们把鸡蛋 打进去 蛋清 对 先放蛋清 这里先放蛋清和先放蛋黄 有讲究吗 没有 实际上咱们没那么太多的讲究 先放哪个都行 都可以 但是这个颜色上面不会受影响 不会受影响 因为已经分开把它炒了 蛋黄呢 它会更加偏向于这个蟹粉的黄的感觉 你会吃到它 而蛋清呢 你可能更看着有点像蟹柳的感觉吧 因为这是一道仿造材 最后呢 我们再搁一点姜末进去 起一下锅 最后再把它翻勺一点 其实这个 姜和醋 和鸡蛋的配物 就会出螃蟹味 哦 现在是闻起来都是那种 非常香 螃蟹味了 好 现在土豆已经烤好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为了好看的 为了好吃 我们在上面撒一点小香葱 来点缀一下颜色 不是呢 也能增加一点它的味道 这里是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现在小白已经把他的两道菜 还有他的茶都做好了 马上我们就可以品尝了 来请上菜 好 好 我觉得那个胡萝卜更像一点 那个土豆可能可以再煮得更烂一点 可能会更像吧 相比这两道菜 我更喜欢这个 对 它这个味道它比较入味嘛 因为那个烙土豆 它毕竟 就土豆本身还是味道还是欠缺一点 它的那口味口感还是稍微擦耳烤 对 这道菜呢 我建议呢 就是在炒的时候还应该火大一点 最关键的还是那个就是醋要分两边放 要不然土豆会会没有那个香味的 对 嗯 我这样 我先给打一个笑脸 我把这个笑脸呢 打给这道菜 还有这道茶 好 因为我觉得今天茶的这个味道 刚才你说了 你可能这个最后放柠檬稍微多点 但是这个我觉得 喝第一口的时候觉得有点点酸 现在就是越喝呢 感觉味道越好 对 我还有一个笑脸是奉给这个厨师的仪态 我觉得这个厨师的仪态特别好 而且他不带围裙 我觉得你吃这两个菜都可能吃了一身 他把做了这两个菜还是干干净净的 哈哈哈 谢谢 谢谢何兵老师 刚才吃一身就吃一身 我要证明一下 哈哈哈 所以我第二个笑脸是打给那个厨师的整个仪态 我觉得谢谢何兵老师 特别像现代的那种厨房里面的那种帅哥 哎 所以呢也希望电视机前喜欢我们小白的朋友们 可以帮你给准备点信息 或者在网上的email来这个投票支持他 如果你的投票率够高的话呢 在下个月当中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三人三桌 成为我们的翻牌掌勺人 小白可以跟大家现在这个拉拉菜啊 我觉得用心做好一道菜 给自己心爱的家里人啊 还有自己心爱的朋友做一道菜 可能带出来的那种感觉会是一道非常幸福的 小白确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再次感谢您 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自己的家常拿手菜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味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其实在我们的三人餐桌当中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许多跟鱼有关系的菜 那么今天同样是一道跟鱼有关系的菜 叫做白玉瓦片鱼 那白玉 大家肯定都能想到这是豆腐 那么鱼真的能做成瓦片一样的吗 还要看看我们今天掌勺人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的功夫 那么今天跟我一起等待美食的呢 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 石万荣先生 欢迎您 大家好 那我们的掌勺人呢也是一位军人 欢迎蒋惠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掌勺人 蒋惠 鸿热美味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蒋惠 职业 军人 它讲究从营养和颜色上考虑搭配美观 给人新鲜的视觉感和食欲感 蒋惠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道菜 第一道是白玉 马块鱼 第二道呢就是鱼头鱼尾汤 对 主料有鱼鱼 豆腐两块 副料有青菜 泡好的粉丝 然后我们调料有葱 姜 蒜 还有香菜 还有豆瓣酱 下面我为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好 下面我们将鱼放到菜板上 鱼身上有两道筋 现在呢我们将鱼的鱼头的两尺宽 切上一身刀 然后把鱼尾的三尺宽切上一个身刀 用我们的刀背 可以慢慢拍打它 挤压它 然后往前移 去掉它这个鱼的这个土腥味 这是一条筋就出来了 大家看看 这种方法好像是最近刚有的这么一种说法 之前我记得他们说这鱼去腥什么 有的是说把塞要摘干净 有的是说可能用这个酒喂一下 很多种方法 背面也有一根筋 现在我看这个蒋惠把鱼头和鱼尾都切掉了 这样我们从中间分两半 然后我们取短刀把它切成两厘米宽的 像瓦块状的鱼身鱼段 我还以为把鱼直接这个抛开之后一翻盖 就是就是瓦片了 它就切成了一种瓦块的形状 对 你这瓦片鱼是跟谁学的呀 自创的 自创的 对 爱吃这些东西 所以说以前吃吧 像这个糖刺鱼呀松鼠鱼呀吃了 感觉吃时间长了 没什么新鲜感 所以说自己呢 结合着南方的口味呀 因为放点豆瓣才能辣一点 红油都这样出来 口感要好一点 就是你这条鱼是自创的 但是我好像记得这个瓦片鱼 好像说老早就有这个瓦片鱼了 当初这么多年 我怎么没创出过这个瓦块鱼来 这个可是个典过啊 对 这个瓦块鱼呀 在据说啊 据传说 是三国蜀中名将张飞 他镇有在这个川北的梁中 他发明的这一种鱼 现在把这个鱼切好了之后 就要过油了是吗 对 炸鱼油一定要没过鱼 对 我过一下油 对 现在油热了 看咱会开始炸这鱼了 小心一点 因为这鱼可能有水分啊 不容易会往外爆油 做鱼也有诀窍 有些南方做鱼吧 做鲤鱼啊 不从幼大吗 它提前改改改改以后 它拿盐腌一下 因为盐能使蛋白质收缩 挺凝固的作用 它肉就不松弛了 我们看它的颜色 看起来没关系 才用原色 这吃鲤鱼的季节啊 我认为是在北方二三月最好 北方二三月 对对 用池塘养的鱼啊 南方呢 长江鱼就是十月份最肥 嗯 那你觉得你这道菜的创新在哪啊 创新它与豆腐搭配 然后红鱼焖 它的味道入味 特别好 所以 鲜嫩 而且这个有一点口感 就是稍微偏南方一点 辣点 好像这鱼已经炸好了 对 这样的我们可以配点烧汤的一些辅料 我们把豆腐切成粒 小丁 你看你现在往这个锅里放了一些葱姜蒜 是吗 对 葱姜蒜 嗯 这时我们这边的锅已经开了 我们可以加入我们之前更好的鱼头和鱼尾 鱼身的鱼肉做成瓦块鱼 把这个鱼尾鱼头鱼骨 因为鱼骨里有含有大 的丰富的那个蛋白质 银铁矿物质 嗯 非常富于营养 实际上鲤鱼的营养价值很高 嗯 它是开外沥水 这个消肿 还有主要一个功能 哎 这叫说了 催蠕的作用 鲤鱼吗 别人说鲫鱼啊 对啊 鲤鱼也催蠕啊 真的吗 真的 但是人家通常都说这个怀孕 这孕妇要喝是那个鲤鱼汤 但也可以喝鲤鱼汤 哦 真的啊 这经过考证的 你的考证 哈哈 先用大火炖上个五至十分钟 然后开入小火慢慢炖 把豆腐切成五毫米宽 把这鱼啊 摆入盘中 我们可以加入豆腐 这豆腐里啊 还有 酸鱼的汤 人呢 每天吃两罐豆腐 嗯 就可以补充人体一天所需要的钙 促进骨骼生长 降血脂 降血糖 嗯 我们看蒋惠这是 嗯 每一块鱼 旁边都搭一块豆腐 哈哈 这一会儿要蒸一下是吧 对 蒸一下入味 啊 现在你要调料了是吗 调料 少放一些油 对 他要拿葱姜蒜 把香的爆出来 葱姜蒜 爆一下锅 对 哦 然后 放入少许豆瓣酱 这时红油出来了 加入少量的水 放点那个花椒 放点青花椒最好吃 对 青花椒 对 鲜的青花椒 就是刚从树上摘的那样 对对对 这我们已经熬好了 关火 这时我们可以浇入这个 浇入这个摆好的鱼中 这样我们烧上水 大火 蒸上个鱼 就是十分钟 行 好 那利用这段时间呢 我们先进入 我们今天的美味连线 美味中国 三人餐桌 火爆开场啦 只要你有私家菜绝活 只要你能老菜创新 你就千万别吝啬 带上手艺 快来报名吧 你会煮得沸腾 炒得热烈 这里每天都会出炉一道新菜 下一个就是你的哦 还有丰富奖品 等着你 火候到了 快来报名吧 格兰市美味中国 三人餐桌 美味妙招大征集 每天讲不停 马上编写短信帮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9868 连通集小零通用户 发送到980-9888 讲出你的美味妙招 就有机会赢取 千元美食体验奖励 快快参与 编写短信帮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9868 连通集小零通用户 发送到980-9888 今天得奖就是你 好了 又到了我们美味连线的时间了 同样在这里呢 我们也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征集一些您生活当中的美味妙招 您可以通过发送短信 或者email跟我们联系 一旦您的妙招被采用呢 您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我们的美味答题 那么答对的朋友呢 可以得到价值500元的格兰市电饭锅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哪位朋友 走进我们的连线时间 好 这位是东北的一位叫菲菲的朋友 她提供的美味妙招是怎样处理豆腐 然后在烹制的过程当中不易碎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讲会呢 也是今天这菜呢 跟豆腐有关系 确实豆腐有的时候放在锅里炒啊 或者很容易这个炒的一锅都烂烂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她这个方法是怎样的 她说做豆腐菜品的时候呢 要提前把豆腐放在盐水中浸泡大约15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呢 不易碎 把这豆腐先在盐水当中泡15分钟 您再炒再蒸再炸 它就不容易碎了 好 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 喂 喂 请问是菲菲吗 对 我是 你好 我这里是美味中国三生三种 我是方琼 呀 真是你啊 你好 哎呀 我们全家都特别愿意看你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向你致意为全家表示感谢 而且我们一起看完了之后 我们都学着做呢 真的吗 非常特别好 谢谢 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跟豆腐有关系的美味妙招啊 听说人家说了这个吃豆腐既营养又美容 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里经常喜欢做这个跟豆腐有关的菜啊 对 我们参加人都喜欢吃 是吧 而且这些 相信这肯定是你平时这个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吧 对 做豆腐也是我最拿手的 我们家做豆腐的方法特别多呢 那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更多更好的方法提供给我们好吗 哎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美味连线的问题 一道题 答对了呢 可以获得价值500元的格兰式的电饭锅 我们希望你能答对好吗 嗯 好 哎 好 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豆腐啊 这题还是跟豆腐有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豆腐非常有营养 那么请问豆腐适合痛风病人食用吗 不适合 不适合 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不适合是吗 好 我来读一下我的答案看你答对没有啊 因为豆腐里含有大量的病情物质 所以不适合痛风病人食用 非常恭喜你答对了 不适合痛风病人食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 有机会再来给我们发来一些你家的妙照好吗 哎 好的 好了 那么这个价值500元的电饭锅就是你的了 近期你将会收到我们经营的礼物好吗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哎 再见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蒋惠 我们这菜进行的怎么样了 像这鱼开了以后我们可以放入点香油 好 谢谢 我们目的只是让它取汤白 把鱼里边的营养成分能够剁出来 放香油是什么 取汤白 可以越炖它汤越白 把营养成分能够深深的沉透出来 哦 这个真是个 这是一个小圈 对 对 我们俩刚才一直都说 这个汤怎么能够做的白一些 对 你看人家是往里面点香油 那下的边搅拌书 哈哈 这也算是一个方法啊 下面我们看这个汤已经熬白了啊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豆腐加入进去 等汤熬白的时候把这个小豆腐丁加到锅里 对 加到锅里面 我们可以放入事先泡好的粉丝 然后加入青菜 但是提醒大家 这个绿叶菜只要不放菠菜 不能放菠菜 但是一般的家庭座都放菠菜 但是人家不是说菠菜和豆腐吃 放在一起吃不好吗 菠菜里还有酸 豆腐里还有盖 这个酸酸盖结合一个不容易溶解 不容易吸收 对 不容易吸收 对 此时我们的汤已经开了 这里烫也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我们这个蒸的鱼已经好了 时间已经到了 出汤了 出汤了 出汤 多香了 这颜色 这个汤都运过去了 那气放完以后我们可以端出来 已经入味了 这豆腐格外的白 这样我们煞入香菜点缀一下 这一道菜我们现在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白玉瓦片鱼 还有我们这个鱼头鱼尾汤就做好了 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蒋惠已经把他这个菜和汤做好了 来 蒋惠 上菜上汤 来喽 我先聊聊 看我会冷的 有味儿让你尝 还好 好 我觉得鱼汤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口味说有点正 我觉得还好 算了 有的这做鱼 它汤不白以后它搁什么呢 它搁上三花草奶 就是跟平时他们有着搁牛奶的 这到底是一样的 牛奶的味儿大 三花草奶的味儿小点 下次你做的鱼 鱼尾鱼头煎一下 煎一下这个鱼 拿油煎一下 它汤肯定特别白 更白 这汤基本上还很鲜 对 保证鱼的原始的鲜味儿 接下来我就要尝尝把片鱼 你也来 你也来 你也尝尝 我先加一下 我先尝一尝 然后你尝一尝 今天在这发灰的怎么样 会很辣吗 不辣 不辣是吗 没有放辣椒放的少 反正就是我对辣的东西都很 这个很惧怕 你看你这个 对 对 还没有 还基本上原始状态 对 所以它不煸酥了以后 它就没有出香味儿 它就觉得有点生辣 咱快 我提一下 这里的豆瓣酱 以后要拿刀斩一下 斩一下 应该斩碎 这豆瓣酱里面 这个辣椒这么大吗 对 它就是整个辣椒泡的 对 是辣 太辣了我刚吃一口就得喝半碗凉水 嗯 这个我得举点苦脸了 是吧 哭了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鱼啊 还应当把骨去了 因为鲤鱼啊 它肉薄 骨头 这骨刺特别硬 如果把骨去了以后呢 你还可以把骨头炖入这个汤里头 这个骨去骨鱼 跟这豆瓣一蒸以后 它可以达到烫嫩酥香的作用 哎 也可以继续提高 但是我觉得它今天这个鱼肉这个火候掌握得不错 就除了这个您说的话 可能稍微欠点盐味儿 确实挺辣 嗯 我觉得今天这个鱼啊 做的啊味道有点淡 口感还有点淡 大概从那个鱼的形状来啊 来讲的话 考虑到节省时间 这个鱼做的一个 用切刀啊 切的不是那么的美观 大方 而且反觉当中啊 豆腐搭配的不是那么协调 不是那么很完美 这个 这个 味道和口感上面还是欠缺的 哎 这个汤呢 虽然说这个颜色看很漂亮 但是这个吃起来啊 它这个 豆腐和白菜啊 还粉丝 在哪儿放在一起 感觉是不是搭配是不是 有点太 多了那种 太花了感觉 有点乱 对有点乱感觉呢 是吧 这种自己都有自己的评价 当然我我以主鼓励为主啊 我觉得汤还不错 哈哈哈 我不能得罪汤 哈哈哈 嗯 我今天汤不错 基本保质原汁原味 不过总的来说 呃 今天这两道菜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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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成功 好那喜欢蒋惠今天带来菜 的话 或者是网上的email 来支持他 在我们下一个月呢 还会有这个翻牌掌勺人 我们也希望蒋惠能够再次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 哎不要客气啊 那今天呢你也可以获得价值千元的格兰市微波鲁一条 啊 谢谢你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带着您家常的拿手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美味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两个月两个月亮起来 当休节都打开 算是天股了 都一样的静态 来位TV欧两岁了 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今天跟我一同等待美味的 同样是我们的专栏作家和平先生 欢迎您 你好 我们今天的这位掌勺人 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 但是他平时最爱做的 就是把普通的家常菜翻新 然后创造出不同的口味来 就像刚刚我在后台见到他 我还说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菜品 他说鸡蛋羹 我说这个鸡蛋羹大家都会做 太平常了 对对对 他做的会有什么样新花样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 今天的掌勺人王华 大家好 今天我是掌勺人王华 做饭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放松 王华 公司职员 喜爱做家常菜 擅长把现有的菜品翻新 创造出不同口感的美味 看看今天又有什么新作品 在他的一双桥手下闪亮登场呢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两道菜 一个是番茄五彩虾仁会面 还有一个美容保健鸡蛋羹 番茄五彩虾仁会面 主要用的是鲜虾 柿子椒 香菇 还有番茄 意大利面 第二道是美容鸡蛋羹用的鸡蛋 番茄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做一道五彩虾仁会面 把香菇切成小丁 把柿子椒和那个青柿子椒也切成丁 您这会面里的就属于连菜带饭就都有了 对 然后再把鲜虾包了 先把脑袋拧掉 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脊背上的黑线挑出来 你说这虾怎么挑看的新鲜不新鲜啊 你挑这种颜色浅一点的 特透灵的 它这皮就特薄 你像有的咱们买的那虾 特别绿特别黑的那皮保证比这厚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王姐用了西红柿 你要把西红柿放在这里面是吗 对 把西红柿一起炒一下 我们现在经常形容 西红柿应该是食物中的法拉利 就是这样 就最好的食物 就是是蔬菜当中的吗 对 对对对 它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 因为这个话也不是我说 是美国特别有名的杂志叫时代杂志 2003年 平选世界十大营养食品 第一位的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它里面就是那叫番茄红素 或者叫茄红素 它就变成这个是西红柿里面的黄金 它是对心血管 对抗癌 反正就是对你想得到的病 它基本上都有防止作用 西红柿 而且他们向国外的营养专家推荐 每天吃两个西红柿是非常保健的 吃两个西红柿 他们说这个西红柿里的有大量的维C啊 就是女士吃了美容 然后男士吃了现在据说还治病呢是吧 对西方有说法叫做爱情苹果 爱情苹果 对讲它就是有催情壮扬的效应 对 这也是一种传说啊 那以后情人节还送什么鲜花巧克力 直接送俩西红柿得了 对价钱又便宜 油热了以后把姜放入 然后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意大利人都喜欢吃番茄嘛 就是说我好像就印象当中 所有这个意大利面上面都是红糊糊的这个 酱也好或者卤也好 对它那个就是它那个番茄酱 是他们主要的调料之一 哦 最微放一点沙丝 沙丝也就是西红柿酱吧 西红柿酱 青番茄呀就是不能吃是有毒的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身边就有这种 就买那种就上面红一点 底下这个托是这个轻轻的 说有这样的西红柿味道特别好 其实这样的吃 还蛮买 对不好买 还专门挑这样的 可能都是红的 我不喜欢 我就要有轻一点 这样更自然 应该西红柿还是 应该是吃成熟的西红柿比较好 他们会说 就说你看那个西红柿全是红的那种 肯定是催起来的 然后像这种有青的有红的 才是自然生长的这种 原来因为从传说里面讲 传说里面讲 西红柿在长期里面 被认为是一种有毒的蔬菜 它因为它从美洲传到欧洲的时候 当时叫狼桃 而且它有一次 它有个传说 就是那时候西红柿种的特别多 有一个贵族 他要吃这个狼桃的时候 他写完遗嘱 他说他可能 他今天我要去吃狼桃 可能我吃了以后会发生不测 发生不测以后呢 我的那个家产应该怎么分 然后他吃了以后 他觉得味道特别好 但以后就很多人都 渐渐地变成一种非常好的食品 但我觉得如果从这里面讲 也有可能 开始 它这个传说肯定也是会有根据的 也有可能就是吃了那种青的 还没长熟了那西红柿 会有毒 会中毒以后 中毒以后有反应以后 别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吃 而且就是特别这个西红柿呢 不能空腹吃 要空腹的时候呢 它就不好消化 比如说胃胀啊 或者胃难受 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 这个水开了 然后把面条算 煮这意大利面条 跟我们煮平时的面条一样吗 一样 开锅以后稍微点一点凉水 要点几锅水 点一锅就行 点一锅就行 王姐的选的这个面呀 是选的意大利面 其实有时候挺奇怪的 为什么这意大利面 这个弄的这个样子 千奇百怪的 对意大利面有好多种 几百种意大利面 几百种 对它名字其实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中文都叫 统一的叫意大利面 看它的原文 都是各式各样 我们现在可能在国内 也能买到几十种 但是到意大利去看 那个意大利面太多了 那种什么什么空心粉 什么通心粉 什么都属于 也算意大利面吧 也算意大利面的一种吧 它跟中国的面比起来 它咬劲 普遍都觉得咬劲比较好 就是特筋道 这意大利面 虽然有这么多的种量 但是这个最初啊 它的这个产地是中国 据说那时候是马可波罗 跟我们平时这个 在家里做的鸡蛋糕 有什么不一样 蒸这个鸡蛋糕 我有一个小窍门 用凉拍开水蒸 比较好 打这鸡蛋呢 是顺着一个方向来打 其实我看了这个王杰 打这个生鸡蛋 我就想想 原来这个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 喝生鸡蛋 他们说喝生鸡蛋特别有劲 对 它那个原来有美国店 叫洛奇嘛 洛奇里面那个打拳子 对对对 然后他每天早上锻炼 就是开始就是吃好多个生鸡蛋 把蛋黄去掉 然后就吃那个蛋 喝蛋清 对对 喝蛋清 但其实这个 这种使用方法 就后来很多健身的 或者是锻炼的人都 都学了 都学了这个 但是其实这个 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 有很多寄生虫 而且喝了以后 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弑菌 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 对 吃法 蒸鸡蛋糕呢 一般都用1比1.5的比例 基本就行了 就是这个1是 对1.5的水是吗 对 对1.5的水 为什么拿鸡蛋壳啊 拿鸡蛋壳就是 鸡蛋一般是 一个鸡蛋破成两瓣 然后万里对数 1比1.5的比例就行了 蒸完那鸡蛋羹的比例 比较合适 这种方法挺独特的 我刚才说的 我说这照着看 能照着 倒出这个一瓣 这个1.5倍 这不好当 拿着这个鸡蛋皮 来做这个衡栏单位 对啊 何维老师您说到这个鸡蛋啊 说跟我们人类有 有着这个力不可分的这种关系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就是 好像这个小孩啊 这个开始加腐蚀的时候 对 开始加腐蚀时候 这个保健大夫推荐第一个就说 可以加点蛋黄了 可以给孩子加点蛋黄了 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孩子 这个接触到的第一件 那个食物就是这个 对他 这是一个特别营养的 一个自然食物 对 其实包括在煮鸡蛋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这煮鸡蛋到底煮多长时间 我记得小的时候 还经常就能够吃到这种 煮破了都爆出来的那种 对对 这煮不好 对 煮不好会 会有这个情况 对 其实我在这可以告诉大家 在我们煮这个鸡蛋的时候 就说 把这个一定要冷水煮鸡蛋 千万不要等水开了以后 再放鸡蛋 这个冷水煮鸡蛋 煮到两分钟 就是开两分钟之后 您就关火 然后让这个鸡蛋在这个热水当中 再泡五到六分钟 这样这个鸡蛋 既营养 然后味道又好 如果就是您到时候 就觉得要煲的时候 更好煲的话 五六分钟之后 您把它拿出来 往这个冷水里积一下 这个在煲皮的时候 也特别好煲 对对对 因为鸡蛋煲皮 也经常会特别麻烦 对对 把那个蛋白全 对 全煲掉了 很浪费 您又往里面放了一些这个 番茄 对 搁点番茄 或者搁点枸杞子 都比较好 您又往这里面放了一些西红柿 难怪您这叫美容宝剑鸡蛋羹 然后用高火 先蒸两分钟 两分钟就熟了 是吗 蒸到两分钟以后 把微波炉打开 然后把那个蒸汽放一下 然后再继续加热 然后再继续加热一分钟 为什么两分钟之后要打开呢 你把那鸡蛋蒸完了 特别老 把那个热气放一下 好 这个面条呢 还要再煮几分钟 这样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美味连线 美味妙招大征集 每天讲不停 马上编写短信号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9868 连通级小灵通用户发送到980-9888 讲出您的美味妙招 就有机会赢许千元美食体验奖励 快快参与 编写短信号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9868 连通级小灵通用户发送到980-9888 今天的奖就是你 又到了格兰市 美味中国三人餐桌的美味连线时间了 每次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到 更多的生活小窍门 如果您有什么小窍门呢 可以通过发送短信 或者是在网上email来告诉我们 一旦您的小窍门被采纳了 您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美味连线的答题 答对的朋友 还可以得到这个价值500元的格兰市电饭锅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做菜当中呢 用到了番茄 我们今天这个小窍门呢 就跟番茄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宁夏这位徐宾朋友呢 他提供的这个美味妙招是 巧存青番茄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把青番茄呢 放入扎紧口的食品袋中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每隔一天打开口袋 透透气 擦干水珠之后呢 再扎紧 几天后就可以随吃随取了 哎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 就因为工作特别忙 所以去超市的时候呢 经常会这个一次买很多的这个 呃吃的 尤其是喜欢吃西红柿的朋友 如果你碰到这个西红柿没有熟 买的这个青西红柿呢 可以采用这个徐宾提供的这种方法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他的电话 喂 喂 哎你好 请问是徐宾吗 啊 是啊 哎你好 这里是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三桌 我是主持人方琼 你好 啊 你好 啊 我们刚刚这个给大家说到了 你给我们发来这个小妙招 呃 巧存那个青番茄啊 呃 这个方法是朋友告诉你的 还是你实践当中得来的 呃 实践当中 自己那个研究的 哦 自己研究的 啊 啊 你非常喜欢吃西红柿是吗 呃 对 嗯 特别喜欢吃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菜品当中呢 也用到了西红柿 我们这有一道题呢 也是跟西红柿有关的 希望你能答对 答对了拿我们的奖品 好吗 啊 好的 好 呃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番茄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 番茄红素 那么其中 番茄红素呢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脏病啊 心肌梗塞 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那么你知道 番茄红素是生番茄中含量多 还是熟番茄中含量多呢 A是生番茄 B是熟番茄 红素是吧 对 番茄红素 是熟番茄吧 熟番茄含量多吧 应该是 呃 你说是B熟番茄是吗 对 嗯 好 来看看答案是怎么写的 生的番茄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多吃 可以使皮肤白漆 有美容的功效 而熟的番茄中 虽然会破坏掉一些维生素C 但是呢 它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 呃 而番茄红素呢 是脂溶性的 必须经过油脂烹调 才能自然的释放出来 更利于人体的吸收 恭喜你答对了 答对了 对了 对了 那么近期呢 你将会收到我们寄给你的奖品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希望继续给我们发来好的妙照 好吗 嗯 好的 没问题 好 谢谢徐斌 再见 谢谢 再见 嗯 我们来看一下王姐姐菜做得怎么样了 关水以后把这个卤直接弯上一浇就行了 我们现在从颜色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道菜啊 这道饭菜啊 很诱人 鸡蛋羹蒸好了 把这蒸好的鸡蛋羹略微加一点鸡精 确实鸡蛋羹很漂亮 放一点盐 放一点香油 这鸡蛋羹就蒸好了 好 现在这个面也蒸好了 鸡蛋羹也蒸好了 我们可以炒出来了 好 我来接您一把 哎 好 问老师 王姐您也来一个 您尝尝今天发挥怎么样 美容蛋羹啊 因为有西红柿 哎 你说在这个做这个鸡蛋羹的过程当中 稍微往里面打一点盐 会不会这个 就是咸味更均匀一些啊 那鸡蛋就变成黑色了 颜色也不好看 对 好 来 我们老师我先给您 谢谢 整体来说口味还不错 口味很好 而且主要是有营养啊 我们现在能吃到多少这种 对啊 番茄红素啊 哈哈哈哈 番茄红素传说里边还能治雀斑 啊 真的吗 是 但是他要把那个番茄敷在脸上 就你吃不了的就往脸上涂 哎 那我们回家可以这样 我把西红柿搁在锅里煮一煮 放点油煮一下 等它这个都溶解分解出来 我把那个汁喝了 然后把那个西红柿烂的敷在脸上 嗯 王姐说说今天自己的发挥怎么样 八十分吧 今天是八十分 哈哈 今天整体来说应该说王姐这个带来这个鸡蛋羹啊 还有我们这个呃 面条啊 确实不错 呃 所以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喜欢王姐做的菜的朋友们可以发送短信 或者是在网上的email来投票支持他 那我们在下一个月呢 那我们在下一个月呢会有我们的翻牌掌勺人出现 我们希望王姐能够成为翻牌掌勺人 当然今天王姐可以得到格兰市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电饭锅 也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接下来我们节目 同样呢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能够把您的家长好菜 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味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想知道这美味期的那个朝代 一定要到中国来 想跟上这未来跳动的节拍 你还要学会使用主拍 所有的目望都照这边来 让玩玩装满你的期待 天明镜静扬起来 当手决都打开 酸甜苦辣都阴阳的精彩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